请张部长 张部长 李文好 部长好 今天我们在谈财政部的预算的解冻 其中里面有一项是关于电子发票的 我想在我们谈电子发票之前 首先对于财政部对于本席提出来的问题的回应 那么在这里我也特别表示感激 那只是再提醒一下 就是说有两个问题 在我们投影片上面 分别在3月25号跟4月17号所提出来的问题 还没有回复 还没有书面的回复 那这一点也特别拜托部长 再请您的相关的 我再来了解一下 看这两个问题 因为太远我看不到 因为那个3月25号的问题 其实部长你在咨询的时候 有大概说明一下有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那4月17号的部分 当然才是这个大概三个礼拜之前的 我只是提醒而已 没有二亿 我再了解这两个问题 我再来追踪 那提到这个电子发票的部分 其实我刚刚也听到这个部长的报告 对于部长了解这个整个电子发票的这个情形 关于就是说因为电子发票 它原来在制作的时候 对于民众所造成的一个不变 那我们也看到财政部也做了改善措施 那么在今天的报告里面呢 对于这个格式的大小啊 内容啊都已经订定了这个规范 那么我们对于财政部能够因应民众的需求 做一个立即的这个采取的一个措施呢 我们在这里呢也帮财政部按了一个赞 那我们也希望财政部呢 未来在对于跟民众有关的一个事项呢 都能够用同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行政效率会更好 谢谢啊 我也我也这里趁这个机会感谢委员的直选啦 像你直选淘宝网 我们立刻成立小组 直选那个占用预防的 我们也立刻检讨 谢谢 那直选这些有关同意发票的 我们也立刻做 是 那那个同意发票的部分呢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要补充说明的就是 原来统一发票 我们之所以实施之后啊 电子发票实施之后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 它那个环保啊 节省纸张啊 其实 其实那个效应蛮大的啊 那只是提醒部长就说 可能还可以多做一点 多鼓励这个商家啦 为什么 因为其实对商家的减省 它的成本也有帮助 因为现在有时候 你用电子发票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会印一个 那个明细出来 印个明细出来 它一的是电子发票明细 或者是它一个交易的明细 那刚才部长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多元载具嘛 比如说悠游卡呀 或者手机呀 等等这些 其实我们可以鼓励民众 我们在这个上面 其实也有提出来 您有一个电子发票 整合服务平台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做得非常好 那我觉得可以 再更进一步 让民众呢 多了解这个电子发票 整合平台 我们举个例 我们助理做出来的 其实上面清清楚楚 你根本不需要印交易的 如果它要有退换货 这个需求的话 那个时候 它再透过这个交易平台 再把那个细项列出来 然后再去做退换货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它就完整了 根本不需要有印 这个纸张的这个动作出来 对商家来讲 节省成本 对台湾来讲 对我们地球村来讲 它可以减少我们这个资源的浪费 所以它也是非常非常环保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一点方面 我必须要讲 我对于财政部 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措施呢 是感到非常的满意 那我觉得对老百姓来讲呢 老百姓他也会有 亲身的一个感受 因为对老百姓来讲 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辩明 才是一个真正的辩明 那我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事实上是 我在上个会期一再提到的 那么昨天呢 因为经济委员会有个 自由经济示范区的那个专案报告 所以我昨天去问了一个 自由经济示范区 但是昨天因为经济委员会 没有邀请财政部的官员到席 所以昨天的问题呢 我没有办法在经济委员会问 那我想借今天这样的机会呢 也请教一下部长 关于自由经济示范区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了 就是经济会提出来的部分呢 它有好几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呢 头影片上面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呢 它是讲说为了要吸引海外资金回流呢 那么台商啊 它从海外外汇回来的鼓励跟盈语啊 它是免税的 它是免税 第一个我要请教部长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财政部里面呢 从宏林权前部长在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税事支出法规评估作业的一个流程 那么在这个流程里面呢 我们都知道 就是按照你这个流程上面看呢 如果这个业务主管机关呢 它评估了税损的金额 如果是在5000万以上的话 它是要通知财政部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自由经济示范区啊 我就说以layperson来讲 我觉得它不太可能低于5000万嘛 是不是 所以自由经济示范区呢 按照管中敏管主委昨天的答复啊 他讲说他这个所有的草案啊 他要在今年9月的时候要送到本院来 那我想请问一下部长 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这么多的一个item 在我们投影片上面的 这个是媒体做了一个整合的动作 这个呢 是不是已经会同财政部了 内部有讨论 在方案有讨论 说要提供什么 但随时之处还没做 我们有要求他们做 对 因为如果没有做的话 但是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因为刚才那个卢委员有提到 就是说管主委因为是学者出身的 所以他可能对于政府的行政体系的运作 并不是很熟悉 可能部长可能要稍微提醒一下 因为从他提出来的时程 如果是9月的时候要送本院法案 那你的税事评估出来一个税损 我们都知道以上次我们提出来 产创条例的修正的时候 光是寻答花的时间就很多 那这样的情形9月要出来 包括一个草案已经好 他有用语要出来 我觉得这个机会好像不太大 好我们再来督促他们赶快做 那你们有初步讨论 我想概念上面来讲应该讨论过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当初我在做这个产创条例 第20条之一的时候 里面就有授权 里面的授权是讲说 如果我们的景气到达一定的情况之下 然后这个公司愿意 还没有提到说是在自由经济示范区 如果公司投资在制造业 策略性服务业 或者文化创业产业等行政单位 鼓励的产业 然后达一定的投资额 或征雇一定的员工的情况之下呢 行政院有一个上方保健 他可以按照当时的一个情况去决定 要给什么样的一个租税的优惠 那因为是行政体系在做 所以行政院在出来的时候 当然一定也会会财政部 那个时候啊 所评估出来的 部长您评估出来的造成的税损 这一条文 它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发生 只是一个单纯的授权 它所造成的税损是226亿 226亿 所以我想请问就是说 当你们在内部评估的时候啊 这个单纯的 以这个台商啊 还没有包括其他 就是说你一定要投资多少钱 你要用多少的台湾的员工 都还没有 只有单纯的台商或者示范区的企业 从海外汇回鼓励跟盈余的话 免税 还不是减税哦 他就免税 这个税损是有多少 这个是在第一个 我跟委员报告 区域它是受限制的 就在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 他不是哦 跟部长报告 因为他这上面是怎么样 所以我才讲说我很惊讶 他上面是台商及示范区内的企业 所以他并不是只有现在示范区内的企业而已 我知道 但汇回要在自由经济示范区做实质投资 这个条件是我提出来的 一定要做实质投资 不能汇回来买土地买股票 不可以 资金汇回没有意义 我们国内太多资金了 没有关系 我要拜托部长 要实质投资 部长可不可以在会后 把这个资讯给我 因为我看了一下 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的 很多的租税的东西呢 跟我提出来的产创条例呢 很类似 但是呢 我的产创条例的范围还比较小一点 我比较小一点 可是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的 里面的用语呢 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我那个比较小一点的范围 造成的税损呢 会有一千多亿 我就很难想象 就是说在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它所造成的税损是多少 这个不表示说 我反对自由经济示范区哦 我赞成哦 我必须要先讲我赞成 但是我只是在想一个 就是说 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是 应该要鼓励研发嘛 所以这个实际上面的 里面的这个条件呢 本席其实也有点讶异啦 因为你看他第二个地方呢 他说要鼓励取得专利技术 其实研发并不只有专利耶 像很多很多人自创品牌设计 这些都是著作权 他跟专利没有关系耶 为什么只有专利 然后其他智慧产权不包括在里面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要请问的 就是说 当然这个跟部长您没关系 因为您只要告诉我的是税损就好了 至于他为什么只有现在专利 那个不是我要请教你的问题 但是我要请教你的就是说 按照央行啊 按照央行的统计 因为这个上面写的是说 如果是外商授权专利技术呢 它是免税的哦 那按照央行的这个数据呢 授权啦 在2011年啊 授权的金额 受我们付出去一年 一年付出去金额是57亿新台币 2012年呢 这是央行的数据 也不是本席的数据 2012年呢 我们付出去的权利金呢 是45亿新台币 所以简单来讲呢 就是说 这个57亿 这个45亿 这一些你将来通通都要免税哦 所以我希望呢 部长可不可以在会后啊 把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自由经济示范区 按照目前来讲 您所了解的概念里面 它可能造成的税损的数据 因为将来这个数据 并不一定就是绝对就是对的 因为可能会跟着你将来的概念变动 它会变动 可是最起码就是说 当我们知道这个数据之后 我们会去比较 一些国外的一个做法 看看说 这个做法是不是最好的一个做法 所以可不可以特别拜托 这个部长呢 在这个会后的时候呢 能够把这个数据 我跟委员报告 目前这个税损还没有 因为我们跟经济会有密切联系 是 要他们估算给我们 因为很多概念都是他们的 对 所以那个当然在行政院讨论的时候 他们说 没有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大概添了一把动力 大概做不起来 所以后来当然 我们也当然有提出我们的意见 但是最后在里面 就有财势就是提供 那个税损 我们要他们提供出来 目前大概还没有这个数字了 对 但是您可以做嘛 是 您可以做 等到有的时候再给委员 目前是 手上是没有了 不是 你还是可以做 当初我提产创条例的时候 也不是也是 我也没有做一版给你 对了 像那个引台商资金回来做实质投资 像这个就会有多少资金回来 做多少投资 是很难估了 对 可是你如果很难估 你也可以告诉我说很难估 然后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OK 但是我必须要知道 我们有一个评价的 因为我们在讲公平正义的时候 应该不是单纯的 形式上面公平正义 人民之间公平正义 就从院 不管是行政官员也好 或是本院的委员之下 一样我觉得它都是有公平 不了解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你不能够评估也没关系 你就告诉我们说 你不能够评估原因是在哪里 那当初本席的产创条例 你之所以可以评估 那原因是在哪里 也特别拜托一下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只问最后一个 会后回答就可以了 当初你记得我们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 提到这个所得税法第43条之三 在那个时候呢 本席就有问说 这个43条之三呢 跟营运总部的概念 经建会的总部 营运总部概念 是不是冲突 部长您记得吗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讲说 如果按照我们所得税法 43条之三这样规定的话 那么它跟营运总部是冲突的 因为你的43条之三是说 从104年度开始 盈利试验直接或间接控制 中华美国境外的关系企业的话 那怎么样子 那些的所得 即便它没有汇回来 你都视同是所得 那这个地方呢 在自由经济示范区的部分呢 同样的 自由经济示范区的部分呢 你现在讲到是说 如果营运总部呢 它设立 它从它设立之后 三年之内从海外关系企业取得的收益 汇为台湾的时候 营锁税率降为10 所以这两个是不是 一个是鼓励 一个是说要磕税 那同样的 原来的所得税法 43条之三 是不是变成说 那我们就鼓励呢 台商呢 尽量不要把企业设在台湾 把企业设在海外 然后透过海外的时候呢 它回来台湾的设立的时候 就设立在自由经济示范区 那这样子达到一个去 避税的一个情况 可是它有没有对台湾的实际上面的经济发展有注意 没有啊 那对于您的这个税收有没有注意也没有啊 所以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拜托 部长就说 刚刚委员讲的意见 事实上我在内部讨论 我都表达跟你一样的意见 是啊 你要有对台湾有实质上面的贡献 它的目的是鼓励自由经济示范区在里面设立总部啦 它的目的在那里 你不是在说让台商知道之后呢 它本来决定要在比如说新北市的 就它决定说哦 这样子 所以它到大陆或香港设了一个 再从香港回来设到自由经济示范区 然后它的税突然减了 对不对 它不太合逻辑 因为有有有有租税的差异 就会有distortion 对对好不好 部长再麻烦会后提供相关资料 感谢谢谢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李应元李委员